服务人家好像很好笑诶 他服务我不好诶 迈你一语诶 不能啊 他只可以看我 你接受到吗 我觉得不可以 因为不够man啊 我是看颜值的我 帅的话一定是ok的 Hello 大家好 我是Joyce 欢迎大家收看Joyce笑八卦 最近我可能就会听到很多人说 男朋友从事什么行业啊 家人啊或者朋友会嫌弃你的男朋友啊 做什么类型的工作 ok 那么今天Joyce说就是要来调查一下 看马来西亚的女性 她们喜欢或者是她们反感 男朋友做什么类型的行业 或者是可能会对某一些行业 有什么特定的意见啊 嘿美女我想问一下就是 你目前啊 ok 你对什么样的行业啊 或者是工作啊 会比较有一点点的敏感 directions啦 因为就很烦啊 就是人家不想要 然后他们还要硬硬逼人家 每天问问问打电话来问 就是如果我是朋友的话 就每次会打电话来问 要不要啊要不要啊 都讲了不要啊还要打电话 什么你对你的另外一半有什么 工作是你比较敏感啊 或者是比较不是很喜欢的有吗 应该是客服啊 感觉客服是要轮班啊那种 等下我都看不到他他都看不到我 就是不能陪我 服务人家好像很好笑耶 他服务我不好耶 当然是以道德来讲的话 可能是新工作者唯一一个可能啦 还有骗人的东西 那么如果是你的另外一半啊 还是你有异性啦 从事这样子的行业 你还会继续跟他们有什么交流啊 还是什么这样子 我会尝试去了解他们做的东西咯 如果是说他们做的东西是我能接受的话 我可以选择坚持这段感情 在道德上面他是偏歪的话 我会选择放弃啦 ok 那么如果啦 你在一个情况啊就是你有 2,500的薪水做admin 然后哦 有一个5-6,000的薪水哦 是做direct sales的 你会接受哪一个的offer 钱还是很重要的 诶 你刚才讲 我很讨厌啊 可是你现在又说钱又很重要 可是你讲你平时那种要养家啊 我没有办法嘛 但是钱还是很重要要生活啊 现在以下我有几个行业 Listdown给你啊 ok 然后你就看一下 你接受到你的另外一半做这一下的工作 没有啊 第一个你接受到你的另外一半做grab car吗 我是看颜值的 我帅的话一定是ok的 ok 那么如果是做美妆啊美容这样子行业的 你接受到吗 我觉得不可以 因为不够man啊 美容是可以的 美妆就不好吧 等下美妆 那么如果是在可能shopping mall啊 卖内衣 不能啊 为什么不能 他只可以看我 不能吧 可是就很了解 其他人的shipping 一看就懂 ok 那么如果是讲按摩的行业的话呢 按摩我觉得我不能 好像每天摸来摸去的感觉 就是你只可以被摸那个啦是吗 ok ok 现在呢我们就来访问一下我们的小助理哦 看一下他会不会跟其他的女性不一样呢 那么小助理我想问一下你哦 就是你对你的另一半的行业啊 有什么你特别反感的吗 其实不是讲反感啦 我就是比较不希望他是走那个创业这条路 因为虽然说创业成功之后啊 会很有钱 但是在一开始创业的时候哦 他会很累 然后很压力 然后很辛苦 所以在这种比较压力的时候 男孩子都会比较爱面子嘛 那他都不会跟你朋友讲 我很压力啊这样子 所以哦 如果像这样子的情况啦 那个男孩子不要讲 那女孩子就慢慢没有这样了解他嘛 就会慢慢的两个人就开始远离了嘛 虽然说创业之后很有钱 但我不希望他的钱哦 是拿来依他的健康的 其他的可能就 我比较不喜欢我的男朋友是 长时间驾车 因为之前我有一个 experience 就是我的前男友是长时间驾车的 然后是叫他半夜 然后他就会很累咯 很累的时候他就逃几次啦 差点 accident 然后哦 就会弄到很没有安全感 很担心他很危险 其实呢 在每一个行业哦 他们都有各自存在的意义 都是为了我们这一个社会 可以做出一个贡献 那么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 都需要不同的行业哦 来做一个平衡点 好让我们的国家哦 有更繁荣 还有更进步 在感情上面呢 我们应该要去尊重 尊重两方的这个个人的选择 那么呢 两个人在一起的话呢 会有更好的未来 还有感情可以比较长久 那么如果今天呢 你们想要找工作的话呢 记得浏览 www.ricebow.my 找到你们适合的工作 那么如果今天你们遇到在工作职场上面的问题的话呢 你们可以浏览到 www.uspro.my 那么今天的做一下八卦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